在這個良辰及時 在風和之力之下 我們欣喜若狂的 歡迎我們武城客家文化公園的落成 請各位長官貴賓準備 請用檢 3 2 1 好 謝謝 魚池鄉五層村是傳統的客家庄 村內不但有滿滿的客家文化風情 公園內也有許多盛開的有童話 而為了傳承客家的傳統文化 並藉由有童話來帶動地方的觀光經濟發展 縣府每年都會在客家庄舉辦童話祭 今年的客家童話祭活動 在魚池鄉公所積極的爭取之下 不但照常舉辦 日前也在武城村客家文化公園熱鬧登場 文化局副局長李玉蘭表示 南投縣客家童話祭受到疫情的影響 今年只有兩個鄉鎮來申請辦理 其中就是魚池鄉 目前童話開得相當的漂亮 活動也相當的豐富精彩 今年更結合在地的宮廟進行祈福的活動 今天所參加的是我們南投縣魚池鄉的客家童話祭 南投縣的客家童話祭今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只有 兩個鄉鎮申請一個是魚池鄉一個是竹山 我們魚池就是做第一炮 現在南投縣的童話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還有這個缺水問題 花開得都非常的漂亮 也很希望各位鄉親都能夠到魚池鄉來 那這一次的魚池的這個童話祭 它比較有特別的地方是 它結合了我們在地的宮廟來進行 就是一起來做一個祈福的活動 那還有相關的一些體驗的活動 跟踏青活動也希望鄉親一起來 縣議員王秋淑也到場共襄盛舉 王秋淑議員也表示 今年的客家童話祭不但結合公園的啟用典禮 再加上童話開得相當的漂亮 環境換人一新 不但非常適合親子童樂 童話祭的舉辦 也間接的帶動了地方產業 以及觀光經濟的發展 尤其活動中不但有滿滿的客家文化表演 在攤販也有客家文化的傳承以及體驗 客家美食等等都相當的精彩 歡迎民眾到魚池鄉走一走 我們今天是在我們的五層村 我們的文化公園 今天的文化公園來啟用 藉由我們的十三川的新鮮 來這裡加市 像我去辦到我們的祭典這個活動 既求我們大家可以到平安順身以外 也來辦到我們的童話祭 童話祭就好像我們的雪一樣非常的漂亮 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產業的推廣 以及我們在地的文化 今天我們的各公廟 我們大家公廟的人都來請求我們的新鮮 要來這裡做家庭 讓我們在這裡文化公園 客家文化公園來做一個落成的啟用 以後可以讓我們五層村 這裡可以真正好的地方 讓你們來這裡活動 我們的童話 都會開在我們的文化公園旁邊 以及我們的五層村 在那邊也有 來這裡送童話之餘 也可以來這裡觀賞我們的螢火蟲 現在螢火蟲也剛才當時 也可以邀請大家五層村 再來送螢火蟲 來這裡觀賞我們的流童話這樣子 縣議員謝明某表示 魚池鄉五層村是傳統的客家庄 也有許多的客家文化在內 為此 魚池鄉公所特別辦理客家童話祭 以及五層客家文化公園來啟用 其中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公所邀請到鄉內各公廟的主神 共同來祈福祈求上天 保佑地方逝時無災 並且早日天降甘霖 尤其公所也相當的用心 特別爭取到了經費 來改善地方的公園 活動中也辦理五層客家文化公園啟用典禮 歡迎民眾到魚池鄉來走走 今天是我們魚池鄉五層村 就是我們魚池鄉有一個鄉頭 叫五層村 這個鄉頭都是客家人住的地方 今天在我們鄉公園的主辦之下 做童話祈福的童話祭 還有公園的啟用典禮 我們今天的儀式就是 邀請我們鄉內的各公廟的主神 來這裡祈福 可以祈求我們鄉鄉來賓 可以數時無災 不切休息 可以保佑說 我們魚池鄉可以大家平平的大賺錢 可以帶著大將甘霖來照顧我們的農民 我們五層村這裡不但是客家庄 而且我們這個地方好像 這個植物方面也特別的跟地方配合 這裡遊童話特別多 而且現在盛開的季節 希望各地的遊客 有機會能夠到五層村來觀賞 我們這邊的遊童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客家的特色 希望魚汁鄉就在我們 五層就在我們魚汁鄉跟水底的交界處 也就是大關發電廠的上游 希望有時間能夠到五層村來觀賞 觀光文化課長表示 今年客家童話祭 除了有許多闖關遊戲以外 更邀請到包括 在第五層國校以及許多的團體 共襄盛舉 不僅帶來了精彩的表演 今年特別的是 結合了鄉內各宮廟一同來祈福 祈求地方平安 風調雨順 也希望能夠儘快的天降甘霖 其中 在魚池鄉公所及立鄉中央 爭取地方創生經費之下 不但爭取到了800萬元的經費 並且針對公園來進行改善 包括環境以及舞台等等 未來也可以成為 地方舉辦活動的好場所 而目前也正值觀賞童話以及櫻火中的好季節 課長也歡迎民眾來到魚池鄉旅遊賞花賞營 因為我們在爭取了地方創生的800萬經費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武城是一個客家莊 那我們就是想說又爭取了一個客家文化公園 讓村民就是有一個活動的據點 我們就是把整個地方 就是除了鋪了地之外 我們還有做了兩個舞台 那我們就是配合這次的公園啟用的話 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次就是辦了客家童話祭 那昨天的話就是一個音樂會 那今天早上的話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我們去年本來要辦童話祭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去年停辦 那今年的話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就是邀請鄉內的各宮廟來祈福的話 為全鄉祈福 那也希望就是能夠風調與順 那國台民安 那讓我們就是所有的鄉民能夠有就是豐收 我們就是邀請了五層國小 還有我們的客家協會 還有一些客家的表演團體 那就是說還有就是我們全鄉的鄉民 五層村的村民一起來同樂 那讓大家就是說 來賞童話之外 可以認識我們的一些客家文化 大概可以開到五月 大概因為現在目前正式盛開啊 可能大概差不多到五月中 應該應該是還會有童話 只是說現在現在正式可以來 賞童話賞銀的季節 歡迎大家一起來於慈鄉 共享童話賞銀 縣議員陳淑慧表示 目前正值童話開的季節 為此與指向公所 特別辦理童話祭的行銷活動 今年的客家童話祭 不但結合公園的啟用典禮 再加上童話開的相當的漂亮 環境患然一新 陳淑慧議員表示 優質的鄉鎮長願意爭取經費 來建設地方 讓地方有新的景點 包括開發性亮點 未來位於地方來說 不論是辦理活動 或者是傳承、客家文化等等 都能夠有很好的運用 陳議員也歡迎民眾 來到於慈鄉意遊 我們童話開的一個季節 所以在我們客家文會 都會推出一個童話祭的活動 那今年的童話祭 選擇在五層來做一個開幕 那今年的童話祭 雲池相公所又配合 五層的童話祭的開幕 然後我們雲池相公所 也向客家委員會 爭取到八百萬的經費 到五層村來做一個 創生的客家公園 那這個公園在今天也做一個完工 所以今天整個一個活動 就是童話祭的活動 結合到創生公園的一個啟用典禮 所以兩個活動來做一個結合 相信說 優子的一個像鎮長 願意去爭取軍會來建設地方 讓地方有一個新的一個景點 包括說童話祭的一個文化的傳承 相信這個未來對於 雲池相的客家文化的推動 會再給互助到很大的一個資源 在這邊 也所謂在這裡也互助到說 我們這座公園 能夠讓很多的好朋友 在這邊能夠很適當的來做一個運用 然後再結合到我們五層村 很多的多數的這個客家人的文化 共同來做一個結合 縣議員曉智全表示 一年一度的客家童話祭活動 在五層村盛大的展開 而雲池相五層村是傳統的客家庄 客家的鄉親非常的多 蕭議員表示 今年的童話祭 除了辦理大型的宣傳活動以外 更結合雲池鄉內各宮廟的主神 來到場舉辦祈福儀式 蕭議員也希望 藉由祈福儀式能夠祈求老天早日下雨 並保佑民眾平安順遂 尤其今年結合了公園的啟用 花了將近八百萬元的經費來做改善 不但環境非常的好 整體的規劃更是完善 公園內也有許多的有童話盛開 落下的花瓣就像是雪一般 相當的漂亮 一年一度的客家童話祭 今天在我們 雲池鄉五層村的客家文化公園 來揭開 辦理客家童話祭的活動 我想 我們雲池鄉公園 這個五層村 雲池鄉五層村 我們的客家鄉親也相當的多 特別選擇在我們客家文化公園 來做我們童話祭的活動 同時邀請鄉內我們十三村的公廟的主神 來到現場來做一些祈福以及祈禹的儀式 希望說有這個神明的保佑 能夠讓我們現在缺水的狀況 能夠早日改善 同時也能來保佑我們鄉內以及 今天所有的鄉親都能夠平安快樂 今天同時也是我們客家文化公園的開幕 相信這個公園花了將近八百多萬的金貴 可以說相當的清脆美麗 歡迎有遊客來到雲池鄉 除了來看童話以外 也能夠到文化公園這邊來享受新鮮的空氣 雲池鄉五層村是傳統的客家莊 鄉內也有許多的客家鄉親居住 而為了傳承傳統的客家文化 公所特別辦理客家童話祭 以及五層客家文化公園啟用 不但活動整體規劃完善 更有許多的客家體驗活動 以及客家美食等等 讓許多的民眾藉由活動來認識客家文化 其中公所爭取得來不易的客家文化公園 也來做啟用 不但環境患然一新 也非常適合旅遊踏青賞童話 先議員們感謝公所辦理活動的用心 更期望透過活動的舉辦 可以帶動地方的觀光經濟發展 並將客家的文化永續傳承 民意新聞邱平易專題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好